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N的Yan Yan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錄了那隻胭脂扣遇到的困難 以及要說說Muizze這麼厲害的歌手 她唱歌的一些特別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就是她真的很低音 例如她那首《夕陽之歌》 她一開始就是一個Middle C以下 即是C3 應該是C3的音開始 實在太厲害了 我相信也不是有很多人唱到這個Range 所以唱她的歌的時候 不是唱她的歌 是Cover的歌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需要轉Key 但又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Key 也真的有點困難 第二個特別之處就是Belting 例如夢本她有個 今天今天 全部都是用chance爆上去 很力量型的 也很exciting的 令到這首歌 除了爆發力之外 還有一個持久力 因為她那些歌 通常一高 就一直都霸踩著她的那個地方 今天今天 很ocoft 不須不斷的 所以她非常厲害 pissed 第三点就是他除了这些高音 爆的高音之外 他也做到非常漂亮 非常轻柔柔情的声音 例如我刚刚填的那只胭脂扣 但他头看得来又不是很虚弱无力的 非常有韵味的 这个是真的怎样学都学不到的 还要加上其实这首歌他唱的时候 是二十多岁的 好像Adele那样 二十四岁 就唱这些完全是你觉得 经历了人生的什么事才能唱到的东西 我相信是因为他四岁开始 他已经唱了二十年过 如果当歌手二十岁才开始 那四十岁才能唱到这个韵味 差不多了 以上就是我对梅艳芳的唱腔 小小的观察 希望大家都可以click去听一下 我唱他的歌唱得如何 下次再见 拜拜 中文 很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